我变成猫后 却被笑花按在地上玩 要命的是 她居然还要带我去洗澡 可我沾水会变回人了 她夹着嗓子 你是谁家的小可爱啊 原来是我家的小可爱啊 救命 她平时不这样了 我变成猫了 还是笑花柳如烟捡回宿舍的小奶猫 上午我才扬言 下次她要再悄无声息地往我耳朵吹起 我定要废了她 结果下午睡醒睁眼 我就躺在了她的脏衣楼里 我整个人都是猛圈的 可鼻息间 全是臭女人的味道 大脑一直当机中 突然一条卡通大象裤衩印入眼帘 救命 谁能想到 平日在学校里呼风唤雨的屁 居然穿得这么小可爱啊 更无语的是 现在我就躺在那个大象的图案上 不过这裤子她应该还没穿过 上面有肥皂的清香 将我与下面那堆有汗味的衣服拨开 刚变猫 四肢不协调 走路都晃荡 而且脏衣楼很大 我爬不出去 正当我叫苦不迭的时候 宿舍门打开了 一群猛女进来 大家都穿得好好的 唯独柳如烟这个品 有点内格 上来就上演这么刺激的吗 没想到柳如烟肌肤是那么好 绝美 还白的发光的那种 我狠狠的咬着牙 我配这个王八蛋 不用来把火灌也太可惜了 柳如烟吹了声口哨 纪巴达那只会口嗨的杏子 还说要废了我 我站着不动让他穿 他估计都脸红的不敢伸腿 这祸果真是我死对头 居然在背后说我坏话 谁说我只会口嗨的 有本事真让我穿试试 我大声喵喵叫的抗议 他室友从我上面走过 话说刘姐 既罢打算你半个小驻马吗 你俩考上一个大学 这关系放电视剧里 高低也能整出点爱情火花 你不当他的公主也就算了 怎么还天天对着他欺负 就是就是 爱情我就不指望了 可我没有受虐倾向了 但他从小就爱欺负我这事 实在说不过去 别人有个笑话邻居姐姐 还不得在学校横着走 可他倒好 别人不欺负 我竟被他给欺负了 想到这些 我又不爽地大叫了两声 柳如烟听到声音过来 我的身子瞬间悬空 被他捧在了手心 他那张又美又欠揍的脸一瞬间放大 霸夜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柳如烟对视 他那睫毛长翘的过分 眼睛精亮又明媚的 有些可爱是怎么回事 他见我有点凶 但又没事的样子 一边用手摸我脑袋 一边对着宿舍打屁 你懂什么 既霸打他呀 适合被我欺负 他一生气就脸红 贼有意思 我怒了 我收回刚刚觉得他可爱的想法 直接冲他呲牙咧嘴起 柳如烟一愣突然将我捧高 嘟囔起来 不会是拉了吗 边说边用两指分开猫腿 哦不现在是我的腿 一瞬间 浓烈的羞耻感包裹住全身 人民币啊他大爷的 他才拉了 还有他这个王八蛋 特喵的在看哪 有没有一点尊重动物的隐私觉 我教的更惨烈了 喵的奶声奶气 在他手上毫无还手之力 老八的清白全毁 也没拉肚子 怎么教的这么惨 柳如烟漂亮的大眼睛一货 他室友也凑近 还用手指轻轻摸了摸我 饿了吧 药不喂点喝的 给我起开 我扭头躲闪 不知胃口 柳如烟净凑近看了眼 字简胸口 虽然他没那么烧气 但眼底那份跃跃欲试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他将我放回了脏衣楼里 摩拳擦掌 想不到了 我也有当爷妈的时候 大概是因为我变小了 所以我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大 柳如烟的钱熊 在我眼中愈发澎湃 别说 有点妈妈那味 来喝奶 桌上 柳如烟为我疼了一大片胃子 我看着250毫升的盒装牛奶发愁 我就不该对这种没养过猫的人 有什么期待 喝牛奶是想让我拉肚子吗 在他一脸期待的目光中 我扭头大叫抗议 不喝 说什么都不喝 我扭过身子 摇摇晃晃的要走 谁知他反手就将我捞住 我的整个身子都没他的手长大 好软啊 他呼了一声 表情有点爽 可能生下来你妈就挂了 你不知道哪味 没事 来 不出意外的 我悲催的窜了 我发誓 我真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但我也是真的没人 我甚至都无法琢磨变成猫的 我以后该怎么办 以这种窜息的速度 大抵而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柳如烟突然一脸焦急的扶起我 用他的毛巾把我身子一挡 就塞到了胸前的口袋 我去 好大好暖 他一路飞奔 我被颠得欲了一路 等他到了宠物医院 我变成又拉又吐 医生给我开了止血药 还把他训了一顿 本以为他会发飙 没想到他居然拿出手机虚心打字 您继续说 我记一下怕忘了 难得他居然也有乖乖听话的时候 等回到寝室 已经是半夜 他闻了闻自己身上沾染的臭味 嫌弃的皱了皱眉 进了浴室 我跌跌撞撞的走到浴室门口 不是 我这么丑 能不能让我先洗 我很爱干净的好不好 刚刚医生都说了 小猫咪只要做好保暖 也可以洗澡的 他大概是听懂了我的话 门被扭开一条风 那一刻 阴晕水气中 出现圣光 湿淋淋的小手一把将我捞了进去 乖猫猫 妈妈顺便给你的洗 不是 怎么还能洗冤洋润 阿瑟知道这五分钟我怎么过的吗 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冒热气 羞得要挂了 我软软的躺在他手里 他戳我 不会咽死了吧 我虚弱的喵喵叫 没 我冲晕了 额冲早冲晕了 而且我特喵的恐惧 谁知道柳如烟那么有料啊 然而就是这么一瞬间 柳如烟发出一声惨叫 我也惊呼的险些跌壁上 阿刘姐 你怎么了 怎么叫出了男人的声音 门外 是有关切 那一刻 我惊到沙哑 完全发不出声 我怎么突然这个时候变回来了 啊 老天爷啊 我怎么在这种时候变回来 我光着 就这么和柳如烟倒在了浴室 又羞又害怕 柳如烟睁大眼珠子 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记 记巴达 我吓得立刻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无助的捂上了他的嘴 而浴室门在动 刘姐你怎么了 别是摔晕在里面了 我进来了呀 一颗心弦在了弦上 怎么办 要死了 要死了 刘姐我进来了 那扇门眼看着就要被推开 我记巴达从此身败名裂 需要搬离地球生活 柳如烟扑腾挣扎的事 却不小心打掉了水卡 哗洒停止 我猛然发出一声失重的惨叫 喵我怎么又变回猫了 刘姐一瞬间小小的我睁大了眼珠子 与她室友四目相对 柳如烟正愣地坐在地上 那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她被室友扶起 她抓着室友的手臂拼命晃了 还指着我 猫猫 记巴达 什么记巴达 是记巴达 我刚看到记巴达了 她室友嘴角颤颤 缩着脖子小声 刘姐给您提个建议 咱少充点 柳如烟回头就是一顿爆口 你妈 她室友捂着头啊呦着跑了 我一颗心脏拼命扑头 快要蹦出心脏 刚刚真是好险 千钧一发 但我到底是怎么变回人了 沾水 水停了我就又变成猫了 不确定 得找个机会再试试 我疑惑的喵喵叫 柳如烟显然是惊魂未定 她用毛巾裹着我 衣服都来不及穿 惨白着一张脸 冲出去找手机 倒是接啊 她看上去很急 在中间来回转 给我转晕了 半晌 无人接听 这么晚了 刘姐给谁打电话呢 记巴达 肯定都睡了 刘姐你先给小猫吹毛 免得小猫感冒了 我成粽子的我 欲哭无泪 现在我还没回起 要是室友以为我出事 报警怎么办 别的我不怕 就怕帽子叔叔翻我手机 要是再看看我的浏览器记录 那我一样没脸 在这个地球生活了 苦恼的我在毛巾里 挤出一个头 对着他喵喵叫的怒骂 那一刻 他好像被我蒙到了 表情莫名的如释重负 也对 记巴达怎么可能是你 你比记巴达可爱多了 草 快给妈妈亲一口 我都不知道 从哪句开始骂他了 他的脸越来越近 我惨叫 他管这叫亲 他这嘴巴张得 恨不得一口啃掉我的猫头 不想理他了 当晚我失眠了 第一次和女生睡觉 而且还是柳如烟 我真睡不着啊 一想到他之前那么欺负我 我就恨不得在他头上拉屎 奈何之前窜空了肚子 他侥幸躲过一劫 大概是变猫的缘故 视力变得特别好 我趴在他枕头上看着他 安静时的柳如烟真的很好看 睫毛比很多女孩子的还长 皮肤也特别好 让人忍不住想弱 厕所间我居然下意识 伸手碰了他的脸 柳如烟一个伸手将我按住 我吓得瞄了一声 他朦胧睁眼 微笑着亲了我的小脸单一口 声音音困意而变得温热 别闹 乖乖睡觉 不知为何 心脏砰砰直跳 似乎被摇到了 趴在他头发上 他的头发好香 睡得很安稳 醒来时 他们已经去上课了 柳如烟的电脑还开着 我悲催而艰难地用猫掌挪动水标 双击QQ 胃毛变得还是致癌脚猫 这小短手推彩 无意间 我看到柳如烟的QQ还挂着 居然把我的QQ设为置顶 备注还是小趴菜 我生气 但我没工夫管他 我用脚踩密码登陆QQ 我思索半天扯了个亲人慌 说我妹妹挂了 直接请假到了头七 希望老妹在学校不要打喷嚏才好 阿门 我忍受着内心的自我谴责 争取了一些时间 那么现在变身大作战 开始我还太小 弹跳力有限 自己插水卡洗澡显然是不可能 只能寄希望于柳如烟的水杯 我看着对我来说有些忧深的杯子 奋力跳了进去 为什么里面是雪碧啊 而且我一跳进去 雪碧险些淹没我的鼻子 人没变回来 我反而卡里面了 跳不出来 救命 谁能救救我 我在里面喵喵惨叫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柳如烟翘可回来 听到我的声音 他还在屋里找了一圈 直到目光扫到了杯子 他一声惊叫 慌忙地掏出手机 先拍照发了个朋友圈 别拍了别拍了 雪碧泡泡在炸我屁股 我委屈地想过 猫屁的碗水啊 他一边捞我一边骂我笨 别人家猫猫都是怕水 你怎么就知道碗水 他无奈 只能又带我去洗澡 我差点下尿了 猫找死活勾着宿舍床 柳如烟 你要是在带老爸洗澡 老爸跟你不共带天 可奈何好猫男敌见狗 这王八蛋居然挠我养人 他还一边眯眼坏笑 这小野猫挺带劲 跟我还杠上了 看乃不挠你的肚皮翻翻 阿肯你往哪摸的 我喵喵喵的悲愤撞腾空 他将我抓进了浴室 那一刻 我身体有种异样的发热 我立刻意识到 我这是要变成人了 我慌了 我彻底慌了 杀猫般惨叫声中 喂毛变人就得一丝不挂了 呜呜 老爸我命好苦 随着淋雨水落下 我慌忙缩成一团 死死盯着柳无烟 就在变人的感觉逐渐强烈时 水突然停了 他看了显示屏幕里 则 望冲水卡了 算了 洗得差不多了 直接吹干净 他一回声二回熟的 将我用毛巾剥好 我常常松了口猫气 但经过这么一折腾 我有点抑郁了 他给我吹毛的时候 我一动不动 像假的一样 他还非逗我 用手指戳我小肚肚 救命好软 我冷冷的瞪了一眼 发出略微沙哑的叫声 嘎 没错 不是喵 是嘎 我也不知道这么粗犷的声线 是怎么从小奶猫嘴里发出来了 结果还把柳如烟冻笑了 他抱着我又轻又肯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好像生气时候的小趴菜 谁 我睁大眼 又嘎了一声 以后叫你小趴菜好不好 不好不好 我挣扎抗议 然而挣扎无效 他用手指继续摸我肚 我反抗地咬他的 大概是力气不够 他竟然毫不在意地让我咬 自己撑着脑袋 看着远方沉思 小趴菜 另一个小趴菜他请假了 我七天见不到他 我有点想他 那一刻 正在发泄愤怒的我顿主 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说什么 他凑近冲着我微笑 抽回我尺丰下的手指 露了露我的小脸 小趴菜 柳如烟的声音还在继续 昨天突然把你看成他了 自从眼花之后 我在看你 就越看越像他 这一刻的表情 居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侧脸落了些阳光 好看又要掩饰怎么回事 我好想他 想他 我好像被什么剑戳了一下心脏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你 我竟然觉得有些不认识了 一想到他QQ上的质地 我忍不住脸红猜测 这货该不是喜欢我吧 然而 还等不到我下定论 柳如烟又开口 他回家了 那我没人欺负了呀 多没意思 畜生 我狠狠地啃了他一口 他倒吸一口气 抽了回去 随后变本加厉地将我按住 摊开我的肚皮 将脸埋进去 开始吸猫 救命 有人要杀猫了 我还这么想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的 好香 他满意地起身 下次我用你的宠物沐浴露洗洗 这位我挺喜欢的 滚滚滚 我对着他大叫 他好像是发现我生气了 蜜卓眼 坏笑着从兜里拿出个罐头 那一刻 猫的身体让我背弃了人类的尊敏 当开罐头的声音响起 香味飘出来的那一刻 我竟然鬼使神拆地走到他面前 蹭他的手 他哈哈大笑 果然 为了口粮没有底线 还不是因为饿了 别说 罐头还挺香 明明看着不咋地 但猫舌头一挺 满嘴都是咸 为了防止我在跳水 自禁 柳如烟他们只要一出门 就把水杯盖上 把厕所给锁了 没办法便认 只能摆乱做了三天的猫 突然觉得 做猫也挺好的 不用上课 以后也不用上班 而且这还是体验人意气 除了汗味多一点 剩下的 懂得都懂 我吃饱喝足 一个有糖的姿势 靠在柳如烟怀里思讨喵声 就在我寻思着 要不要撒娇卖蒙蒙五分钟 荣华富贵二十年的时候 他的室友突然抱着一个快递回来 刘姐 快递给你拿回来了 这啥呀 猫包 上次去医院 医生说小趴菜大概也有两个月了 只是因为没营养 所以看着小 我准备这两天带她去打医疗 再过几个月 还得去绝育 绝什么 绝育 那一刻 我从她怀里猛然窜起 我才不要当猫 我一定要想办法变回人 而且变猫有什么好的 还要被柳如烟轻 我上去就给猫包来了一脚以示抗议 谁想到猫包没踹飞 脚卡进去了 柳如烟笑着顺势把我推进猫包里 小趴菜迫不及待的要去医院打医疗了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就去好了 温柔的仿佛在哄孩子 乖乖乖别动 很快的 她摸着我的头顶 我夸起个小猫皮脸 委屈地直往她胸肌上靠 她室友还在旁边拍照 护士姐姐夸赞 小猫咪真年人 柳如烟得意地拍了拍我的猫屁股 我家小趴菜离不开我 只有我陪着才睡得着 她造谣 那是我要她陪着的吗 我那是因为 只要不跟柳如烟睡觉 就会被她室友薅走 她室友身上有味 就她洗得干净点 事后 柳如烟将我缩在她怀里的照片 发了朋友圈和空间 我最爱的小趴菜 笑草的名字出现在评论区 好可爱 能给我摸摸吗 柳如烟冷笑一声 毫不怜香细域地回复俩字 不能 然后将我抱紧她怀疑 对着我又轻又肯 小趴菜是我的 谁都不能摸 结果她刚说完 就打开了QQ 我看到她点开了和我的聊天框 此时才发现 她居然给我发了那么多消息 一直欺负我的人 居然给发了很多安慰的话 但我都没回 随后 她又把猫猫的照片发了过去 我养了猫 叫小趴菜 等你回来给你摸摸 明明刚刚才说 谁都不能摸呢 她对我 似乎真的有些不同 柳如烟看着我的聊天页面 等了好久 见我一直没回消息 她才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机 此时她的眼里是那么失落 平日里在学校要舞扬威的人 居然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吗 心软的我 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像是戳中了她的某个开关 她突然将我抱得特别紧 声音也跟着发抖 小趴菜 我想你了 离一离我吧 高傲惯了的人 突然低声下气 便很容易让人心疼 她口中的小趴菜是谁 是猫还是技霸达 明明都是我 可我就是想分清楚这一点 因为这两个答案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 我被她用这种姿势抱着 却没有反抗 几分钟后 她的室友从厕所出来 刘姐 你要不先洗澡再动猫 要不然一会儿停水 此时她才将脸从我身子上抬起 我看到她的眼眶有点红 她拿着水卡去了厕所 我居然有担心她 就像猫猫担心主人 洗澡会不会被淹死 我竟然慢慢挪到了浴室门口 在门外坐下 寝室内 其他人在打游戏 很活躁 但猫咪的听力很好 一期间 我似乎听到了浴室里面 传来一样的声音 记败的 那一刻 我的身体逐渐僵硬 浑身发烫温度高 感觉能报射力了 救命 她念着我的名字在干什么呢 我不由张大了走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就在此时 她的一个室友突然走过来 将我一把捞起 看了浴室一眼 小色猫 成年人的事 你可不能参与哦 几个室友眼神交汇 露出一抹笑 那一刻我才明白 柳如烟喜欢记败的啊 大家都知道 柳如烟深情走毒了 倒不是因为那事 被室友发现了射死 单纯是为了方便养猫 她室友挺照顾她面子的 或者也是出于畏惧 反正都看破不说破 一次偷听八卦得知 室友知道她的心思 是因为她睡梦中 曾喊过我的名字 有人曾打去的问过 她是不是喜欢我 但她太傲了 不肯承认 所以这就成了室友们 心照不宣的秘密 可现在 我一看到她就脸热 自从搬了家后 我已经不跟她睡了 她察觉我不黏人之后 给我买了个猫窝 也好 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私人时间 去研究怎么变回人 眼瞅着我请的假就要结束 我在一个月飞风高的夜晚 寻到机会 出逃了 已经熟练掌握 蹦迪技能的我 自己跳上鞋柜 开了锁奔回了寝室 我的寝室在一楼 我从阳台跳了进去 枕头下 我叼出了自己的手机 再奔到了后山的小石边 跳了进去 终于我便回来了 然而我一出去 又便回猫 不得已 只能光溜溜地坐在水中 拿出手机 开始各种回消息打电话 我先找班主任 续了几天的假期 因为深夜水冷 我说话在抖 班导竟以为我在哭 还说了几句安慰我的话 我把朋友的消息一一回 唯独柳无烟的消息 让我犯难 她是什么时候给我发的这些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她发的消息 明明只是朋友的关系 可我脑子里 却自动浮现出她的那句 我想你了 你理一理我吧 恍惚间 我竟然不小心碰到了不好见 我惊慌地想要挂掉 但那边却秒接 喂 小趴 纪爸爸 你终于舍得给我回消息了 她的语气那么的兴奋 让我实在不好混 她的兴致 毕竟这几天 她给我开了不少罐罐 做猫也是要懂感恩的 我捏着手机 拘谨地编了些谎言 寒暄了几句 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学校 她可以去接我 就在我不知道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边的声音瞬间交集 等一下 我的猫不见了 记把打 我明天打给你 你好好休息 我的猫跑了 我要去找猫 那一刻 不知所措席卷全身 我连猫跳出了池子 想让它不要着急 猫一会儿说不定自己回去 可没想到手机没变了 瞬间吸屏 来不及将手机送回寝室 我只能藏在附近的石头缝隙 变成人后 才跑了三四股 就变回了猫的样子 我一路朝着出租屋狂奔 马路的另一头 柳如烟拿着我最喜欢的罐罐 着急地喊着我 隐约间 我似乎看到了 因为路灯而反射出的泪花 小趴菜别吓妈妈 妈妈给你带罐罐了 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小趴菜 她大喊着不断地翻着草 我一声喵呜 朝她飞奔而去 听到我的声音 一直在忍哭的她 居然瞬间丢盔气甲 真的哭了出来 她将我捧着 抱得特别紧 我要断气了 我用后腿蹬她的脸 女孩子哭成这样 羞羞 谁知一脚就蹬了个 去黑的猫掌印 她皱着眉 你身上怎么是湿的 又去玩水了 她无语 就这么喜欢玩水 弄得这么脏 万一生病怎么办 我冷得发抖 她把我塞到衣服里 我贴着她滚烫的春光 她给我取暖 回家第一时间 她就捧着我去了浴室 如今的出租屋 已经不似宿舍那般简陋 她专门买了个婴儿浴棚 给我洗澡 她拿了个小板凳 坐在盆边 试了试水温 把我丢了进去 我舒服的咕噜咕噜了两声 就在我准备享受泡澡的时候 我突然才意识到一件事 等一下 我要变成人了 我拼命地挣扎 用脚灯水 想让她出去 可她却误以为我在跟她玩 居然用手捧着水 往我身上洒 我急得喵喵叫 身上的体温越来越烫 就在快要晕掉的那一瞬间 风塑料婴儿盆支撑不了 我的成年人的身体 裂了 我浑身泡泡地坐在她面前 她的手还放在我身上 四目相对 那眼睛整个比同龄还大 此刻 我脑子里如同火山喷发 喷出来的不是岩浆 而是刷屏的两个字 完了 完了完了 柳如烟嘴角叉了叉 得 我又出幻觉了 就在我以为能轻易靠幻觉糊弄过去的时候 她突然朝我耳边吹了口气 我浑身一个机灵 下意识往她心口狠狠捶了一拳 嗨嗨 她咳嗽瞳孔正令 惊吓 意外与惊喜 在脸上瞬息转变 记巴达 你真是记巴达 原来我没有看错 你就是小趴菜 那不然呢 我尴尬得不知所措 只能抱着身子在裂开的婴儿育盆里缩成一团 眼下这种丢脸丢尽的状况 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叫什么事啊 悄悄瞥了她一眼 她也没比我好多少 柳如烟一路从脸红到了脖子 我瞪她压低了嗓子 还看 她立马扭头至一边 然而我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看向某处 忍不住发弄你鼻涕 柳如烟偏着头 看着浴室里的灯 鼻子里渗出两道红 她压低了嗓子皱眉 没想到表情竟然比我还稳屈 我是正常人 我抱着自己蹲地上 憋闷无措 你毛巾呢 我想找东西折一折 她连忙拿起小趴菜的鹿皮筋 显然 对于已经是人的我而言 根本不够用 她找来了自己的浴巾将我裹住 眼看着自己要变回猫咪 我立刻打开了花扇 却不料将柳如烟也一并凝视 我没水会变回猫 先让我说两句人话 你别把我这个秘密说出去 太诡异了 我害怕 柳如烟养着出血的鼻子 小幅度点头 不说 打死不说 不过这样太玄幻了 而且 你总不能在水里待一辈子 你以为我想了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越想越委屈 就在我快要哭出来的时候 一个小手附上了我的脸颊 大拇指蹭掉了我刚刚流出的眼泪 反正你是小趴菜的期间 我亲也亲了 抱也抱了 我直说吧 记罢答 我喜欢你 不管你是猫 还是人 我都喜欢 记罢答 你的答复呢 柳如烟的表白 和他平日的作风一样 简单粗暴 我正愣在原地 虽然这个问题 我从知道他喜欢我的那一刻开始 就在思考 或许我是喜欢他的 可之前我们几乎总是处于对立的关系 他欺负我 我踹他 显然对头变拼头 怎么想都不合理 让我思考一下 我没底气地说着 甚至为了逃避他的追问 主动关了花洒 变成了小猫 他眼里闪过一瞬的失落 但不气馁 好 小心翼翼地将我扶起 给我擦干吹毛 我失眠了 一旦这层窗户只懂过 我便再也享受不了猫的安逸 只会措手不及 我悄悄地跳上床 想去偷看他 看看自己的心动到底是喜欢他这个人 还是喜欢他这张比较美丽的皮 可柳如烟也没睡了 他反手将我扛进了被子 抱得紧紧的 不让我走了 记罢答 你也喜欢我的吧 他的声音莫名忧远 像在念一篇很长的故事 我曾抱着你说想你 那时候你没有嫌弃我 还伸手摸我脸了 记罢答 我们在一起吧 恍惚间 我听到自己逐渐加快的心跳 浑身滚烫到不像话 感觉快晕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吻上了我的猫嘴 那一刻 害羞的我 惊慌失措地踹他 走开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猫 有物种隔绝啊 猫你都吓得去手 瞬间 柳如烟被我踹翻在地 他惊讶地在床下看着我 我也意外地凑近看着自己 这双手 在月光下柔亮气长 是个足以让我自恋的美人神 我特么变回来了 想到刚刚我浑身滚烫的感觉 原来除了沾水 这种方法也可以 又不禁想到了在寝室的那次 若不是他室友猛然好奇我 说不定我那次也得变成人了 当着他们室友的面 随地大小便 那不得直接在豆腐上撞死 记罢答 你变回来了 柳如烟惊柱 欣喜地抱着我 他的怀抱那么滚烫 却让我觉得一切都有些不真实 可偏偏 我没有再推开他 或许是当小趴菜的时候已经醒了 只要在他身边 就会有很安心的感觉 这一夜 我没怎么说话 小心翼翼守护着变成人的那份喜悦 一直到天亮 伴随着闹铃响起 我立刻看了看自己的手 没有再变成猫 我又去浴室洗了个澡 一直到吹干 都没有变回去 这也就意味着 我作为猫的旅程 已经结束了 我穿着柳如烟的衣服 去找回了手机 回到了警示 一切恢复如常 固入正果 可以轻轻的吗 无语啊 我追着他一路打 明明他能轻而易举的按翻我 却只是抱头鼠窜 从不还手 不远处 他的室友窃窃私语 刘姐好像追到了 追到的屁 人家小伙还没答应呢 但也没拒绝故事吗 听说刘姐约他晚上看电影 他也没拒绝 是的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发现我也喜欢他 变回人之后 时常会想到和他生活的日子 看到他给我发的消息 我会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甚至每日睡前 照例会脑补一段爱情故事 里面的女主 也会变成柳无焉的眼 但我就是不想看他那么多 所以再让他几几天吧 全文完结族人们排队森林